欢迎大家来到大山张老师的中文频道 今天这个频道呢 我会给大家主要练习听力 那么怎么练习呢 我会总共讲两遍 第一遍会用语速很慢很慢 又清晰语速慢的来讲一次 第二次正常语速 那你可以用这个视频来训练你的听力 还有理解能力 你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来讨论语言学习 如果你正在看现在这个视频 那么你可能正在学习汉语 所以希望对你来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视频 语言学习很困难 如果你要学习一门语言 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学习 这是学习语言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不花很多时间 你学不会中文的 还有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要讲出来 你可以找会讲汉语的人交流 也可以找母语是汉语的人交流 这样慢慢就敢讲了 当然学习并不容易 当你听不懂别人讲的 你就会感到难过或是沮丧 还有你开始讲汉语的时候 你也会感到紧张 这些都是正常的 有时候你也会犯很大的错误 在语法语言上有很多错误 但这个是正常的 每个人学习语言都会犯错误的 如果你没有犯错 你的学习是不会有进步的 你需要犯错 需要说话 需要练习 需要觉得有趣 所以不要担心你的错误 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有趣 学习起来就会更难的 这里有一些学习技巧 介绍给大家 第一你可以看一些中文电影视频 第二教一些会讲汉语的朋友 或者是正在学习汉语的朋友 我知道教朋友不算容易 但是这个会帮助你学习 还有练习 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还有也希望你可以在留言区留下 你是怎么学习汉语的 你为什么要学习汉语 你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什么 好的 大家下次视频再见 今天我们来讨讨论语言学习 如果你正在看现在这个视频 那么你可能正在学习汉语 所以希望对你来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语言学习很困难 如果你要学习一门语言 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学习 这是学习语言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不花很多时间 你学不会中文的 还有 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 要讲出来 你可以找会讲汉语的人交流 也可以找母语是汉语的人交流 这样慢慢就敢讲了 当然学习并不容易 当你听不懂别人讲的 你就会感到难过或是沮丧 还有你开始讲汉语时 你也会感到紧张 这些都是正常的 有时你也会犯很大的错误 在语法词汇发音上有很多错误 但这个是正常的 有时你也会犯很大的错误 在语法词汇发音上有很多错误 但这个是正常的 每个人学习语言都会犯错误的 如果你没有犯错 你的学习是不会有进步的 你需要犯错 需要说话 需要练习 需要觉得有趣 所以不要担心你的错误 如果你没有感到有趣 学习起来就会更难的 这里有一些学习技巧介绍给你 第一 你可以看一些中文视频电影 第二 教一些会讲汉语的朋友 或者正在学习汉语的朋友 我知道教朋友不算容易 但是这个会帮助你学习还有练习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 你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你是为什么要学习汉语 你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怎么学习汉语的呢 我们下期视频见哦 我们下期视频就到这里